大家好,我是法国博物馆讲解员A马 这幅画里的眼神戏好丰富 画中间的女人像旁边地久的女士识眼色 女士又斜眼看向旁边的男人 男人背对光源,一手向我们展示她的牌面 另一只手从她的黑色腰带下抽出那张早藏着的方块A 而画面右端的年轻人正剧情会神地看着自己的牌 丝毫没有觉察到另外三个人的把戏 此时你是不是也有冲动告诉那年轻人 抬头看看啊,他们在出老千呢 这是17世纪法国画家拉图尔的方块A作弊者 现藏于卢浮宫 好厉害的画家,一个定格画面就给我们讲了一出戏 仔细看看还能猜到戏的前情 年轻人衣着华美,卷发精致漂亮 脸蛋嘟嘟,简直像个娃娃 他的段子马甲上绣着繁复的花纹 丝绸袖子扇着优美的光泽 连袖腕上收口的褶边都充满细节 一看就是个涉事卫生,天真无邪,有闲人家衣食无忧的少爷 他面前的金币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中间的白肤女子穿着很低的狄胸裙 珠光宝气得十分明显 头饰,耳环,项链,手链都是大颗珍珠制成 她是一名高级妓女 严新少爷应当就是被她的美丽吸引,洋入虎口,步入了这陷阱当中 这幅画中极其了当时人认为对年轻男子的三个致命诱惑 金钱,游戏和美女 也不只是17世纪,也不只对年轻男子 直到今天又有几个保兴风霜的中年男人能抵得住呢 不是有那句著名的 我只不过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吗 在构图上,左边三个作举者构成的三角形 他们在对角线上两两相连的眼神都向我们揭示了 谁是局中人,谁是局外的猎物 左侧打来的光巧妙地将老千引在阴影里 而加强了美女白雪般的肤色 这样戏剧性的光影对照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大概已经猜到那个名字了 没错,卡拉瓦乔 实际上,拉图尔是17世纪法国有名的卡拉瓦乔的追随者 他和后者一样擅长用细节加强真实感 用风俗化的形式宣解道德和宗教教义 不过,卡拉瓦乔是真正流连九四街巷 他多半是借道德和宗教外衣来讲述市井生活 所以有别一分的活气 而拉图尔的画则更规矩,更虔诚 在这幅卡拉瓦乔的作弊者里 人物的脸蛋饱满如多汁的桃子 表情鲜活的,像个舞台剧演员 拉图尔的人脸则像是煮熟后晾凉了的鸡蛋 一切都在隐秘的发生 你更喜欢哪一幅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Ama,我们下期再见